三 二 一 哇 你好厉害啊 童话在这儿 我们抢曼天都没抢到呢 真是太羡慕你了 真是太羡慕你了 你抢曼花真是太幸运了 缘分 那我们先走了啊 先走了啊 拜拜 想得捧花了 我也有 当把狼真的太累了 我没时间跟你说话了 你看叉笑的美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恭喜啊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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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叉笑找到自己的幸福了 还是很替他开心 那你呢 不不不 我是说这一年 你在干什么 这一年 孕育了一些新的想法 说来听听 等我全部想好 再跟你分享 为什么这一年 都不累起我呢 其实我就没有离开上海 也没有回老家 之前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需要时间 重新整理一下自己 既然今天你都已经回来了 那 是不是已经整理好了 是不是已经整理好了 其实也没什么今天 约你出来就是想知道 一年没见了 你过得怎么样 我已经开始重新创业了 还是做新的APP 跟图辉一起干 现在呢 我们俩兵分两路 他在宠物店打工 我呢 就在这个咖啡店打工 你们要做一个APP 你是在这儿打工 为什么呀 这是我跟图辉一起想出来的 这是我跟图辉一起想出来的 以前呢我们做市场调研 都是我们跑出去找别人 现在我用这个方法 等着别人的方案来找我 你知道吗 在这家咖啡店 每天都有很多四类公司的白领 在这里偷偷地开会 然后我呢 就可以在他们的会议中 听到很多对我有利的消息和资讯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办法 逆向思维 你教我的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市场调研 你有没有获得什么灵感呢 目前对我最大的困扰呢 就是灵感太多了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现在市场上其实已经有很多人 把目光聚焦在多媒体这一块了 所以 要想真正做到脱颖而出 竞争非常激烈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觉得 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期了 因为有太多的人在做 你想要提醒我 但是我还是不想要放弃这一块 因为我有过失败的经历 我更想要重新开始 我很坚定 我想要把它给做好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 所以自从上一次期 我一直在帮你想 我一直在想 要怎么样 才可以帮你脱颖而出 现在我有一个比较 不成熟的一个想法 一种机制 一种奖励机制 就像脸红包一样 我们来负责这一部分的投入 将其作为宣传 在APP内 让用户自行进行发酵 帮助我们宣传 虽然现在市面上 已经有很多这一种 类似的奖励机制 但我觉得它们还不够完美 只要我们换一种算法 我们应该可以做到脱颖而出 教授就是与众不同 总是有那么多 新奇的算法 还有想法 不管你需要或是不需要 我都会竭尖全力帮你 你知道的 谢谢 我想你 我想你 尝尝这杯咖啡 是我煮的 回来啦 还没有发现 还没有发现草丛里有人 没有发现 那是上当街 added草丛草 表扎老师的双黑 ун阿基的成怀下 这是一部双下 那今天把骨骚都放开 不太好 我放松他 他现在的骨骚还在逃 但是还是被战士一鸡中斜 看来这一局 MD游戏 MTR要輸了 不用任何學弟要輸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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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們朋友正說 MTR不能輸 三日戰的SPU直播 零換三打得太漂亮了 MTR的水晶看來是不忘了 放棄我 我相信MTR一定會贏 我相信MTR 好的 這是MTR最後的機會 最後的機會 補助一個閃現 補助一個閃現 他守住了 他守住了 你還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 但是這個隊友 還有機會和他們聚合力歐 總是會有機會 早贏 有機會 大爆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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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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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 好用的 都是好用的 厲害厲害 好用的 來 給我見證這一刻 我 我都說了 你是最棒的 我們家花花真的長大了 都成為作家了 新書都發布了 好了 今天簽收會這麼大的事情 我知道是我不對 別哭了啊 劉文健 你這一年到底去哪兒了 你留下一封線就走了 你知道我有多擔心嗎 我不是說了嗎 我出去散散心 散心也該散完了吧 嗯 是不是可以回來了 我打算 常住上海了 那你回上海 準備住哪裡啊 搬回來跟我一起住唄 我們繼續我們 兩個人的小世界 花花 我不能太麻煩你了 我和圖會呢 打算重新創業 所以我們要熬夜 要貪黑 我跟圖會 還在原來的房子住著 有了圖會 就不要我了 你知道嗎 即便這一年 我不在你身邊 但是我有時刻看你的朋友圈 你見識我的朋友圈 偷虧我的生活 還不點贊 這一年過了好嗎 都挺好的 但是有你在就更好了 你答應我 這次回來再也不走了 行嗎 嗯 這什麼呀 減肥啊 吃草不好嗎 吃草有什麼好啊 不能把你家燈開明亮一點啊 陰陽怪氣的 不懂了吧 黑暗中有屬於黑暗的美麗 我也學會了怎麼享受孤獨 非主流啊你還享受孤獨 你又不是孤獨患者 沒精打采 又沒食慾 心病 怎麼 記者不做了 轉上當醫生 好了 不要吃草了 來吧 喝罐啤酒包治百病 我這病 你治不了 劉文靜治得了 跟他也沒關係 是我的問題 當大家瞎呀 不是教授你讀了這麼多書 你就不知道 我有愛是藏不住的嗎 你真的愛上一個人 你根本不可能只想跟他當朋友 你就沒有對他幻想過 跟他一起的生活嗎 你就沒有那種衝動的欲望嗎 可是我發現我真的挺喜歡跟他當朋友的 這麼多年了 我不知道如果我們的關係更進一步的話 我們之間的感覺會不會變 如果我真的擁有了他 那我們的世界會不會也因此而被改變呢 而且我不確定 他是不是也會這麼想 我心裡 我心裡